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先带您前往悲林博物馆 继续大书法家王熙居 欧阳修 严真卿 柳公权的墨基居科学 他带您建许佛雕食科艺术的宝库 在美食的京城我们将带您品尝正宗的泡沫吃法 带您到前陵这座唐高宗与武则天和藏目来观光 我们将进入永泰公主墓穴里寻找有关公主死云之谜 最后带您来法门寺瞻仰佛谷设立 走 跟着我们一起继续发现西安 西安是一座充满书院气息的城市 沿着古城墙边走 我们带您前往另外一座您来到西安不能不去的博物馆 现在带大家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景点 就是悲林博物馆 而这个悲林博物馆是中国 就是收藏保存这个历代的这些 碑石木制最完整也是最多的一个地方 而据传这个悲林博物馆 在以前它是一座孔庙 我们可以看得出整个排房 包括这一砖一瓦 甚至一个石头 都显得是历史久远 走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西安悲林位在西安市区文庙的旧举 走进文庙拍访之后 感觉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 游人不多 比起兵马俑这里 需要多一点耐性跟气氛 来欣赏这些悲食 我们将透过专业的讲解员 一起来任序了解这座博物馆 那这个悲林这边 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源自于多久 是从北宋1087年 1087年 对非常早 所以这里是原址 对当年是孔庙的一个旧址 是 那里面保存了有很多名家的这个增机吗 对我们现在有收藏了4000多个碑石 其中包括书上王羲之的 有颜真卿 柳公权的 诶 等一下 诶 这些 那个颜真卿 柳公权都有 对 你有记得以前 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书法的时候 就是摩着就写的这个帖子 都是这个颜真卿跟柳公权的 对对对 那有那个张旭吗 张旭也有 我们有张旭的有杜通贴 也有断签字文 都有 都有 都唐代课 隶级课本上面的东西它都有 大部分都有 另外我发现 这个之前我们来看到这个碑林 这个碑字 怎么少了一点 对 我们关的非常细心 这也是普遍游客都问到一个问题 来碑林都要问 碑林的碑子为什么没瓢呢 那其实这个说来话长了 其实古代的 在宋代之前的碑子 普遍都这么具体 在我们展厅里面 就非常有名的方碑石 大庆井教 流行中国碑 其中的碑子就没瓢 广播流子都没有点 这是古代讲究对称的一种美 还有就是说 据说这两个字呢 当年林泽旭所提的 而且当年背景是在 古门硝烟之后 被贬到新疆土中 所以这个期间呢 它是被贬关了 被贬关了 受人理解为就是 乌他冒掉了 所以信不大好 故意没写那一下 应该还这样有典故 对对对 碑林 这个顾名思义啊 就知道它应该是这个巨碑成林 在没有进去这个碑林之前 我想说啊 顶多里面应该是一堆哦 保存还不错的这个石碑而已 没想到真的进去了解一下 发掘里头的学问 还真的是不少 入口大石碑刻着孝金 安置在三层的石台上 故称石台孝金 唐玄宗李隆基曾亲自家住 第一室陈列的开城石金 是唐文宗开城二年刻制的 内容包括如家全部经典的著作 通称石三金 因为我刚刚有个发掘 就是好像有的这个碑的下方 有些是有乌龟 但是有一些又没有乌龟 甚至每个这乌龟的头 长得都还不太一样 是 其实您提到这个乌龟啊 它并不是和我们讲的乌龟 它长得外形像乌龟 其实呢 这是我们说龙生九子之一的 一个儿子 叫碧系 碧系 对 就是力气特别大 正门驼碑的 这个当然也是有等级之分了 它有的没有 因为等级不够 也有这个呢 一般但是 无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这个 那么碧系它头碑的 无品以上才有 但它其实它外包长相不一样呢 这是因为客工的客法 因而而易的 但其实都是一个神兽 就是碧系 所以是因为这个头长的不一样 是因为不同的人来做的 对 那事实上它就代表同一个神兽 同一个神兽 对 第二个陈列室 陈列了许多具有许料价值的许碑 其中便有记载基督教在长安城 传教经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第三个陈列室里头陈列的是历朝历代的大书法家的作品 咱们一般说唐代是一个讲究法度的 书法讲究法度的一个时代 尤其唐代的楷书最最有名的 而且也是最辉煌的 我们一般练楷书呢 都会从选择唐代字贴 在唐代字贴中的楷书呢 最楷模的就要属颜真卿了 它背于楷书第一人 但早期起的都包它感应杯呢 使它非常用心制作了 而且上面的可以看到每个字体的点画 特别这个完整 而且它撇纳平级四刀 横笔的竖笔之中 万者之粗呢 也都能看到它的运笔的一个笔道 所以我们初学的楷书呢 一般都学颜真卿的 都包它感应杯 在这陈列室中 除了颜真卿的作品外 我们还可以找到柳公全的《玄秘塔碑》 而我们也终于找到期待已久的 王熙之作品 台信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王熙之的真正 对 三藏圣叫续碑 不是蓝亭集序哦 不是蓝亭集序 但是这个碑上很多字呢 出自于蓝亭集序 这怎么回事呢 因为在此 咱们碑名的三藏 就是特指唐三藏 玄奘 是因为他在此碑中的翻译一部佛经 叫做心经 心经 对 我有听过 听过 所以要看一看找一找有没有熟悉的记者 对对对 哎这边有这边有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对 真的有 所以这个是当初王熙之写的 这个不是王熙之写的 因为王熙之生活年代是东径 这是唐代课的碑 不在一个时代 这是后人的收集王熙之作品里面的字 一个字一个字收集 收集过来 在课的碑时 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块集字碑 24年时间 24年时间 僧人怀人花费了24年的心血 从内府藏王熙之墨基中 极字刻成的圣教续碑极为珍贵 在这里只要用心看 会不知不觉的就忘记了时间地点 看着这些千年文字 似乎让人深陷其中 刚看到有些碑的下方 有的是有碑座 有的没有碑座 那我发觉他们这个碑手部分 好像也都不太一样 是有的有的没有 这是根据时代的一个差别了 比如咱们东汉这种碑石呢 它就没有这个碑手 但是早期东汉碑石 也有像碑手 不是简单的 像这三角形的 这比较特别 哇 三角形 对 这个是像古代大成拿的礼器 就玉龟 什么叫龟手碑 它智慧刻成这样子呢 其实这碑它不是刻字的 而是测量时间的 测量时间 对 就像这方碑石一样的 测那个日照的那个 对 日照的时间 对 就简单测量一下 是 看它影子长短 那我看到它上面 好像有那个 那是动物吗 对 像这道隋唐呢 咱们就是非常豪华这种碑手呢 已经定型了 上面掉的时候 龙的儿子叫潘痴 也是龙的儿子 对 上面有潘痴 上面有戾气 对 跟着专业的这个导览解说员 走一趟这个碑林 哇 你真的发觉 你自己好像走入 这古文观止的世界一般 你仿佛是打开 这中国文字的宝库 像是什么 颜正清 柳公全 王熙之 张旭 这些名家 真的是太精彩 太精彩了 尤其啊 每一个不同名家的字体 甚至每一块不同的石碑 仿佛每一个点 都让你哦 是重新上了一课 碑林还保留 有诸如王维画竹 达摩面壁 还有星浮寺残碑 碑测等大量古代许科的图案 运机好 在现场还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拓颖许碑 其实到这碑林博物馆 真的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一一的做介绍 不过呢 其中有两个厅 建议大家一定到那边 要去看一看 其中一个厅相当特别 里面都是一些石窟的 一些佛造像 哇 真的是我们传统概念里面 这个佛像应该是端庄的 就坐在那边 然后呢 这动作跟表情是比较稍嫌 僵硬一点点的 不过这里的这个佛像就不一样 那坐得甚至是栩栩如生 不仅是动作表情 让人看似探尾观止 当时在这张场当中 真的是哦 看得都舍不得走 真的是如痴如醉 就怕少看了任何一尊的佛像 对了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是从这个 唐太宗这个林末 运送过来的 招林六郡十颗图 保证你看了 也会觉得相当震撼 招林六郡十碑 是从唐太宗 招林北雀前 搬来碑林这里的 六块骏马浮雕十颗 这组十颗分别表现了 唐太宗在开创 唐帝国重大战役中的雄姿 据说六郡中 有四批是经由四路 从西域进贡的图卷马 在成列室外 还有一些十颗雕像的精品 值得您细细的品味 来到西安这个磨有很多种吃法 除了之前带各位去吃的这个白鸡磨 以及肉夹磨之外 当然还有远近十名的泡馍 而这个泡馍呢 在当地最有名的就是老孙家 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老孙家 而且我们来看到这个老孙家 这边竟然有一个博物馆 而听说里头收藏了 这个老孙家他们的历史餐具 以及也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他们回族了 他们在当地的影视文化 白鸣年来经过几代老孙家人的精心打造 许奇赢得了天下第一碗 民族作品《方上风情》 再现了五六十年代回民房街道的繁华 现在我们就请老师傅 说说正宗的泡馍吃法吧 宾客来了以后呢 洗完手 然后呢要掰这个磨 通过这个掰磨 尊敬宾客与宾客之间的 这个感情的交流 情感交流 对 做生意的 也可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 拉近鼻子 是的 这个掰磨的时候有讲究 这个拿到手以后呢 首先要把它掰两半 先掰两半 掰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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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掰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个磨是很劲道的 是吧 对 这个是咱们老孙家饭装 一个百年的历史传承的一个技术配方 和一般的饼子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它能够体现这个砲膜的经典的之术就是光滑 诺金 而且浓郁 唇香 有这么一个 之前看过的这个秦皇陵还有这个兵马俑 让我对这个皇陵是感到相当的震撼 所以今天一大早 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来到这个乾陵 然后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这个永泰公主墓 距离这乾陵还有一段距离 而这一旁我们也看到的是乾陵文物博物馆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博物馆开始参观起 说到这个博物馆 我们这一次是特地挑了一个不一样的 它是位在这个乾陵旁边的永泰公主墓博物馆 这里面有相当珍贵的这些出土文物 不过之前对这种东西实在是没什么兴趣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 因为在媒体的解说员的解说之下 重新借由这个珍贵的出土文物 重新认识了这唐朝精彩的文化涵养 班长先生有想请教一下 这是唐三彩 你现在带偶看的就是唐三彩吗 那三彩是什么意思 三彩的话就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 它这个器物比较的流行 而且经常是以三种颜色出现 比如说您看到我们眼前的这匹码 就是黄绿白 要么就是黄绿着 经常在这个永的表面是有这三种颜色 人们就习惯上称它为唐三彩 所以它们有别的颜色吗 有啊 但是古人他就喜欢用三和五代替多数 就是说真正的唐三彩实际上指的就是多彩 像您看到的这匹码 这就是我们永泰公主牧出土的一件三彩铁花码 和其他的码您看到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码的身上头部它是带有装饰品的 对 对就是说而且在它的前方您看到没有码灯 就说明它不是一匹战马而是仪仗队中的战马形象 相当于三品 但是我们要说皇家最高等级的马应该属于五花码 这个五花码不是说身上的这个佩戴的事物 而指的是码头上的棕毛被输成五遍 五遍 对 其次就是三花码 就是三遍 我们昭陵的话出土有昭陵六郡 那六郡是李世民生前骑过的六匹战马 而它就属于三花码的级别 五花码就不常见了 而李白在《相近九》中当时就讲到说五花码千金球 忽而降出换为九 就指的是最高等级的马 而我们眼前的这匹马 它只是怎么说呢 就相当于皇家仪仗队中的战马 而我们看到的这些唐三彩 它是陶永烧制好以后 将这些釉料浇上去以后 然后再放到窑里边烧到九百度以后才取出来 所以说您看到的唐三彩 它是经过再次高温烧制而成 因此您看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它们的颜色非常的亮丽 不管是张怀太子墓 还是永太公主墓出土的陪葬永 除了唐三彩之外 这里展出的小型陶永 经过了一千多年 土埋深藏大多褪色了 沿着这两尊唐三彩的官永相 可以看出当时官帽朝服的样式 最特别的是这设计人不是别人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所以这是皇帝自己定的 对是李世民当时候发明的 他自己发明的帽子 对这种三良靖德官是李世民发明的 这个帽子就是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再一个您看它文官穿的官袍 是那种宽袖长袍 族灯的是云头如一缕 因为你看他穿的这个长袍的话 如果走路的时候 这个袍子拖在地上就不方便 所以他穿这个鞋子 您看是上翘的 然后我们再看他这个武将军 武将军您看他的时候 有一点您可能注意到了 头上戴的帽子很特殊 对啊 怎么会有一只鸟 有个鸟 这个鸟其实叫鹤鸡 鹤鸡 对 而这个帽子就叫鹤官 鹤官 我们知道武将军的话 因为外出战战 它肯定要骁勇善战 对 就是因为这只鸟 它这个性情非常的勇猛 很适合武将军 所以把它这个鹤鸡的形象 撕造在这个武官的官帽上 就是取得一种勇猛善道的意思 是 博物馆展示的出土陶泳中 除三彩陶 这造型特别精具色彩鲜艳 反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陶艺水准 但是装饰奇特的 从人物造型看来 有些倒像是老外的样子 在唐朝的时候 他有外籍劳工这个形象 比如说那个黑人 黑人 对 还有那个新罗币 就是这两个地方的人 他有个特点 新罗币是哪一个 新罗就属于朝鲜 朝鲜 朝鲜 对因为当时的朝鲜它包括新罗 险碑 还有高丽 这三个地方 那你刚刚有说到那个黑人 他们是搭船来的吗 还是 不是 黑人他来到朝鲜的途径有两种 一种的话 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 丝绸之路 非常的盛行 而他们就是通过丝绸之路 被泛运过来 被泛运过来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 海上 当时印度洋有一个叫 尼科巴群岛的裸人国 他们就是从那个地方被扮运到独成长 新罗币的话 由于他们这些人经过专业的训练 非常的乖巧可爱 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菲律宾的女佣 一般在这个达光贵族家里 一般从事的都是一些侍女的角色 所以他们都是侍女 对 奴仆之类的 但是我们所说的黑人不同 黑人的话比较强壮 对 那他们的话 在当时主要就是做一些苦力 劳工就对了 而且这些达光贵人 以拥有黑人的多少 就是显示他的地位 那请教一下 我看到那个人头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张怀太子墓出土的一件 很有代表性的文物 是一个宦官的形象 宦官就是太监 太监 有奈公主林 陪葬品丰富 出土文物很多 共有一千三百五十四件 之中各类彩绘 唐三彩泳占了八百七十八件 透过陶泳的装扮与形态 可以归纳出当时人们部分的生活形态 是研究唐代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 从外观看 这陵墓 建构是相当的宏伟 接下来带大家进入墓穴 参观去哦 这个墓有多深 最深距地表面要16.7米了 而且我看到这两边 这边好像还有这个壁画 这是壁画吧 对 那是刚开挖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样子吗 开挖的时候呢 两侧墙面上本身就有这个壁画的 但是呢 由于为了保存它原始壁画 所以我们专家把它们分段 就连同墙皮接走了 因此各位现在看到的 这都是后期我们临摹上去的 这边有一个这个小窗口 而且里面那个小小一尊一尊的是唐三柴还是柴绘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彩绘的 而且刚才我们在博物馆已经看到了 实际上它们跟刚才您看到的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都是一些女利用或者男子用 所以它现在就是用玻璃格子 就是为了保护它 对 而且当时我们看到那些陶勇 就是出土于在这个小刊当中 唐朝秀这个墓的时候 它的墓式结构是非常有讲究的 我们可以再接着往下看 好 那我再请问一下 就像这个拱形的这个隧道口 它这个上面这个壁画 又是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这个其实在墓里边称为是过洞 然后给它过洞上面绘的这个壁画 您看上面这个就是宝像花 宝像花 对 然后还有下面就是海石榴花 因为宝像花就是一种富贵的意思 海石榴 我们说石榴的话 其实就象征的是多福了 多子多福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这是窗户啊 还是通风口 这个不是窗户了 这就是当年盗墓贼走之后 留下的盗洞口了 盗墓贼 对 那他是盗墓贼先来 偷东西还是你们先挖到 肯定是盗墓贼先来了 他们先来 因为我们打开这个墓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墓很早就被盗了 时间大概就是唐朝末年的时候 唐朝末年就已经被盗了 对 也就是说 这个也算是古迹了 肯定是古迹 这砖都是唐砖了 这是唐砖了 对 那他盗走了什么东西 其实当时盗墓贼贪图的 也就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些金银珠宝了 这是科医我第一次探墓 由于看太多盗墓小说总觉得一股想要挖宝的兴奋心情 从墓到往墓室里走 我们来到一间会有丰富色彩的壁画房间 到这里是最让人好奇的 这边是哪边啊 这里我们就来到了公主的会客室了 就是她的前墓室 所以全部都是壁画 对 而且您发现它都是以公女为主的 都是以公女为主 跟我们刚刚上在那个博物馆看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了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壁画是太子墓出土的 您看到它有这个外交的 有这个狩猎活动的 那公主墓绘制的壁画您看 它就是以这个公女为主了 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一样 因为它描绘的您可以看出来 就是这些公女准备要去服侍公主了 而且我发现那时候的这个画风好像还蛮讲究的 唐朝您看的话 它这个公女的服饰 我们刚刚说是上面短衫 下面拖地长裙 其实这种服饰就是衬托出女性的那种曲线 很丰满 也就是说唐朝毕竟是以胖为美 而且我们说唐朝它以胖为美 实际上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臃肿 它是指的那种丰满 丰满 丰满丰育感 可能有个发觉 就是这些看起来都很像女生 可是最后那个好像看起来有点很深 其实您看来我们说确实很仔细 我们这几幅画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您说的画面中走在最后边的这一位 她是一个女官 女官 并不是那个太监 女官 就是女扮男装了 女扮男装 对 就是唐朝的时候它社会风气很开放的 这是因为武则天做了皇帝以后 妇女地位也就提高了 女子呢就可以走出宫门 而且可以穿男装 可以外出狩猎 打马球等等 但是您看她穿的这种男装 是那种大翻领 就是唐代流行的虎服 外来的服饰 也就是说这个壁画的画面场景 实质上描绘的就是唐朝一种开放的社会风气 发现她们每个女生她们的脸真的是 很圆润 很圆润 而且中国古代第一美人就在我们这幅画面当中 您可以看一下哪位是最美的 这个吗 确实是这位宫女 那表着眼光还不错 眼光确实很错 但是呢我们这位宫女为什么说她美 当时呢 她是从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点您看她的站姿 成一种反S型 对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曲线 体现女性的俄罗多姿 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她的表情 因为整个面孔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非常的自然 她的嘴角是微微上翘的 捧了一个高脚背 如果往高稍微举一点 这话就会将她的进步给遮挡 对 显得就好像略高了 但是如果往低一点的话 就会显得她低处无力 所以说捧背位置就恰到了最后 所以捧背也是一门学问 经过大厅后必须低头穿过木门 这里头就是主墓室了 感觉变狭窄了 对 而且觉得好像变冷了 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到她的寝室了 寝室 对 所以寝室就是她的那个埋葬的地方 就是放她尸骨的位置 所以这么大这个就是她的那个石棺 这是她放她尸骨的叫做果 果 对 怎么说呢 因为它是两重 就是当时我们看到的这只是外侧 它是三十四块石板拼凑起来的 所以它是直接运进来 从这个木道然后运进来 对啊 那刚刚我们有问到您 就是那个永泰公主她的死因是什么 其实我们刚说永泰公主死因是两种 有两种 对 就是在这个地宫还没有开挖之前 我们是根据新旧唐书一些史料中的记载分析 说这位公主十七岁那一年 跟她的丈夫两个人 还有她的哥哥 易德太子李重润 由于这三个人都是很年轻嘛 就在私底下议论武则天晚年的私生活 说她奶奶之间 就是一些坏话 是 被武则天知道以后 将他们三个人就处死在河南洛阳 怎么会知道的 就是因为他说了武则天跟他男宠 就是张昌宗张艺之间的事情 被这两个人告密了 然后就把他三个人一块给处死 但是等到这个地宫在上世纪六零年开完以后 我们这个地宫里面出土了一盒木志明 他名文中却记载说这位公主是男产 男产 就是生小孩死的 所以有分为民间的说法 有官方的说法 怎么说呢 也不能说是民间 因为他是新旧唐书中记载 并不是野史 不是野史 可是我们又知道 穆志明他一般撰写的时候 是有避讳的 你想为长者会 为亲者会 为尊者会 所以我们史学界的专家 倾向于这位公主 就是被武则天处死的 这次的木道体验 真的是相当的特别 我们这一路走这个思路之旅 这是我们第一个 拜访已经开花的这个林木 而且这个林木呢 我们在走这过程觉得 这个林木这木道 怎么这么的深啊 原来它的长度有八十几公尺 而这个木的深度 也有将近二十公尺 这规模是相当的大 也可以显示出 这个永泰公主 这的确她的地位 是相当的显赫 而我们从她的壁画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她其实过去的生活 是过得还蛮舒服的 不过听说 她的下场好像 并不是这么的好 永泰公主的坟墓 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被贯称为林的公主墓 这规格跟帝王相等 可怜的是这位永泰公主 她举活了十七年 我们仅能从墓中的壁画 摇想当年 她在宫中生活的景况 下段回来 带您到乾陵感受一下 唐朝皇音的气息 皇帝生前走的那条道路 我们都称它为玉道 但是皇帝死了之后 他的灵魂要出入 所以将他 您目前的这条大道 称为神道 还要带您到传奇的寺院 法门寺去奸养 佛祖设立 终于来到这边了 潜陵了 期待已久了 我刚一下车就看到这两匹马 好巨大 相当的气派 但是这两匹马 不是您通常见到的 因为它长了翅膀 对不对 竟然有长翅膀的马在这边 而且我们之前去过那个秦皇陵 那现在来到这个乾陵 我很好奇 这个陕西这个地方 到底是埋了几个皇帝 不是几个 而是几十个了 几十个了 对 因为在陕西的话 它是秦中自古帝王州 是 一共我们说的地上 有记载的皇帝208位 我们陕西境内 埋葬了有73位皇帝 73位皇帝 对 但是这73位皇帝 他是葬在72座陵墓当中 等一下 不对 72个陵墓 可是竟然葬了这73位皇帝 对 多了一个他葬在哪边 多了一个就葬在我们前陵 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 皇帝生前走的那条道路 我们都称它为玉道 玉道 但是皇帝死了之后 他的灵魂要出入 所以将他陵墓前的这条大道 称为神道 那像过去这个文武百官如果要祭拜这个皇帝的时候 都走的一条 对啊 而且他这条道路呢 也被称为司马道 司马道 对 就是说 不是说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有这个资格来祭祀皇帝 他们规定三平以上的官员 前陵自此沿神道向北 两旁现有 华表 飞马 朱雀 各一对 石马五对 翁仲石对 而这些诺大的十颗像 与群雕代表着皇家陵园的气派与规格 前陵是利用凉山的天然地形 迎见陵墓 所以是否有根据着风水勘语之术 来选定建陵地点呢 这句让我最好奇的一点 待会可要好好的请教一下 白小姐才行哦 就是像他们皇帝在选这个陵墓的时候 都会看风水 好 然后像是前陵这边 他的风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风水宝帝呢 有一个传说了 很离奇 说在唐高宗去世以后 武则天选了两个风水室 两个风水室 对 一个呢就是文明朝野的元天岗 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武则天 小的时候 他曾经给武则天向过面 对 也是很出名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 叫李淳峰 李淳峰 大师 对 说这两个人呢 从不同的方向出发 结果呢 半年之后 回来给武则天赴命 竟然两个人都选中了一个地方 这么巧两个人看到的地方 竟然是一样的 我们说他看中这个地方 其实呢 他因为是有标记的 是 说两个人从不同方向出发 等元天岗来的时候 他在这个地方放了一枚铜钱 一枚铜钱 就是我们说古代那种麻钱 方孔 外缘 内方的一种 然后等到李淳峰来的时候 他也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所以他也做了一个标记 就是把头上那个发簪取下来 钉到那个地方 他直接钉在铜钱上吗 那当时他不知道有铜钱 所以两个人回去都给武则天赴命了 说我们都选好了 都选中了梁山 那我昨天也觉得不可思议 就跟我们现在要很怀疑的一种态度 他就当时派了一个宰相 就是我们说的敌人节 让敌人节呢 跟去查看 是不是真的选到一块了 那敌人节来到这个地方 两个人都把敌人节 领到我们这个梁山的半身腰 两个人指着一同一个地方 就是我当时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标记 我放了一个铜钱 另外一个人说我订了一个发簪 结果让旁边那些人把那个土一刨开以后 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出现了 因为发簪正好钉在那个铜钱的房孔 这么巧就直接钉在这个房孔上面 对啊 就是刚好那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乾陵地宫的隧道口的入口 武则天遵照高宗得还长安的遗愿 动用续兵与民工二十一万人 按照英山为林的藏具 以梁山造理 武则天病故后 根据他的遗愿与高宗合葬于此 而立无自卑的原因又是为何呢 你看眼前的这块碑 就是给武则天立的无自卑了 无自卑 对 为什么叫无自卑 这个说法它有很多种了 一般我们有这样三种解释 有人就说呢 武则天他生前给自己就留了一块碑 认为以女人做上皇帝以后 功劳实在是太大 所以就不用去刻字了 意思是说写不完就对了 对 然后没有笔墨难容就对了 但是第二种解释刚好相反 说武则天他觉得 功过是非还是应该让后人评说 很谦虚的 不过您刚刚说是无自卑 可是我看上头有刻字 这个字的话就是唐代以后的一些文人末刻来刻的 因为唐朝将这个卑立好之后 他没有去刻字 虽然最初他有人看护 但是唐朝灭亡之后 这个陵墓的话也就没有那些看守之人 在历经诵经元明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途经这里的文人末刻等等 然后有感而发 借助无自卑 就给上面提了一些 道辞意诱 所以上次也写的 大部分都是写个道辞意诱 对啊 那我们可以上去提吗 那当然不行了 当然不行 对 他最后一次刻也就是 明朝明崇祯六年 也就是我们说他这个上面一共是 从宋代开始到明朝 五百三十年的时间 三十九个人在这个碑上刻了 四十二段 三十九个人 对 但是有一段文字是很珍贵的 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注意碑上方 有一块颜色发黑一点 对 这就是踏片形成的 这段文字 它是已经绝迹的气单纹 气单纹 对我们知道这个气单纹 它在当时 就在上世纪的时候 被称为是二十世纪之谜 因为在无字碑之前的话 就是我们在没有去保护这个碑之前的话 气单纹只有那么几个 对 在这个碑上发现有八十八个气单纹字 它内容记载的就是 金朝金世宗的弟弟都统王军一行 由于他将场无事 刚好就游列到我们梁山的这个地方 狩猎 所以看到林员颓废对钱林进行了一次维修 把这个经过用气单纹就刻上去了 陕西文物研究所曾在考察中发现无字碑 阳面刻满了方格子 有种说法是武则天将写好的碑文交给儿子李显 但林显不想对他歌功颂德 但却也不好公开批评 于是才留下了无字碑 我发现这边还蛮贴心的 就专门为游客设计 然后可以这样拍照 留念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 其实怎么说呢 这些人的这些 现在造成这个样子 是由于这个明朝战乱引起的 所以将他们的头 所以不是原来就设计这样子的 对啊 看来我想的太天真了一点了 对对啊 因为他们都是外国的世界 那当时雕刻的时候 不可能不去刻他的头 而且您今天看的话 两边这个翻成像加起来 一共的是61尊 头实际上据我们考证 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被砍掉了 原因的话 现在民间的说法就很多了 有的说是他们的后裔 途径这里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祖先 在为一个女人守灵 觉得好像是有辱了国格 对 干脆自己就把这个头给敲掉 但是还有的说是 当地的农民破坏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本身比较干旱 农民没有好收成 所以他们以为是 使人曾经在破坏 因此就把这个头给破坏 就是很多的传说了 不过这样听一听 真的是有点可惜哦 不过也是因为这头啊 全部都不见了 意外变成这个地方一个特色 对 过去许多人认为他们是 参加唐高宗葬礼的 外国首领或客室 但经过多年考证发现 这些石像大约建成于 武则天去世后 是唐中宗仿校高宗的 为阐阳先帝挥猎 再招临颗粒翻球石像的做法 像您看到这个后背上 这个字就比较清晰一点了 它写的是 土火罗王子特勤结达剑 土火罗国就是它的国名 土火罗相当于现在阿富汗的北部 它是一个王子 名字就叫特勤结达剑 今天我们在这看的时候 就是后背上的就大多数 您看都已经风化 因为他们已经有疫情多年了 但是有的我们看的过程中 您会注意到着装上 有极个别的也很明显 有的穿的是大藩 就是那种少数民族的那种服饰 就是每个不一样的时节 他们穿的都是当地的衣服 对 他们要来到唐朝 比如说在当时就是和唐朝建立过 友好关系 就是在高宗去世后 武则天给他主持修建这个前邻的时候 将这些人的形象就刻成石像 放置在他灵人两边 就是在现了当时的外交生活 细看这些石人像 共有六十一尊 其中西侧三十二尊 东侧二十九尊 而这六十一尊石像 与真人身高相仿 装束却各不相同 有刨幅束腰的 有翻领紧瘦的 有足蹬皮靴的 但全部双足并立 两手前拱 整齐恭敬的排列于林前 而他们头却早已不知去向 再往梁山上走 我们便到了前邻主邻所在 走到这 我有个疑问扶上了心头 那就是前邻是否有被盗过呢 整个林木宁 其实在这里看的话 它是一个自然的 一个石灰岩制的山体 本身就是一个石头山 所以说对于那些 小小的盗墓贼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除非是一些军阀 或者是一些盗墓的一些大团伙 节度式之类的 要么就是像唐末的时候 农民起义皇朝 还有民国的时候 军阀孙连仲 这些都来到过前邻 但是都没成功 孙连仲就是当时军饷不够 所以到这个前邻 据说是风雨交加 风雨交加 所以他就落荒而逃了 对就包括唐末的时候 农民起义军 皇朝到末 也是由于这个天气的影响 也是天气的影响 跟这有关系 那可见的这个地方 真的是有灵气在保护我 李志生前酷爱书法 临终前他已数 把他所收藏的书字 埋在墓内 据说王羲之的爵士之作 蓝亭集序也在前邻之中躺着 至今一千三百年的 武则天跟唐高宗比剧 以及藏有五百顿之多的瑰宝 一千多年了 多少人打他的主意 却没人成功过 我当然希望有生之年 可以有机会一窥乾陵地宫 与秦皇陵地宫的伟大面纱 离开乾陵后 我们转往一个小区车城的法门寺 希望可以看到佛祖设立 没想到现在新建的法门寺景区 哇 大得让人傻眼 整个景区就是一个大 我们来听听导游的解说吧 和尸舍利塔呢 跟咱们法门寺的古塔一样 它呢都是由塔叉 塔身 还有塔座 以及地宫组成的 这面释迦摩尼佛祖的 真身植骨舍利呢 就是存放在 这个和尸舍利塔的地宫中了 而法门寺的这个和尸舍利塔呢 它的造型特点呀 就是咱们最基本的一个 拜佛礼仪 双手和十了 咱们私人和私人之间打招呼 你也会看到发现 他们都是双手和十 会道一句阿弥陀佛的 而这个塔叉呢 是用来干什么呢 其实塔叉呢 就是咱们在塔的最顶部 用来避雷所用 而整个金黄色的塔身部分 看到中间 双手和十的中间 是有一个小塔的 是吗 这个小塔的话 它呢是按照唐代的 护国真身宝塔的感觉设计的 而里面完全是物质结构 里面供奉的是咱们法身佛 体卢遮挪佛 法门寺和十设立塔 是由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大师 李祖元策划设计 呈双手和十状 塔高148米 相当于50层楼高 目前是台湾观光客 来到西安必有的景区 地宫出土的佛纸设立 是有文献记载和碑文证实的 序家摩尼佛真身舍弊 是佛教世界的最高神物 而我们发现大师路西安的旅程 像在法门寺战告一个段落了 每天狂卖5000碗的兰州牛肉面 每天大概来客量是多少 大概就是5000到6000多的 由于它的面团完全都是周打手工 吃起来 摇起来就是有嚼劲 最大的特色就是 宗教气氛浓厚的穆斯林程序 最后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手续 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那个就是你做完礼拜之后 你用心想正确取取取你要的东西 最令人感动的膜拜方序 这个动作呢 就叫做客气横头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事实上是相当的吃力 所以一般人如果你没有坚定呢 这个信仰啊 真的是很难做到 多元化的民族 多元化的信仰 多元化的美食 跟着美食 我们的脚步一同发现甘肃 发现大树路 发现大树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